华语乐坛的流量扛把子华晨宇 最近推出的第五张专辑 希望Hope一上线 销量就问鼎音乐版冠军 华丽的数据背后 华晨宇真的这么值得大家追捧吗 尚且不论他的音乐水平到底如何 看他近几年的音乐舞台表现 音乐演唱方式风格怪异 很像诗法的老法师 出道至今 华晨宇一共出了五张专辑 对于他这个流量级的 这个成绩单并不算盛产 没有趁机多薅羊毛 还算珍惜自己的语意的 华晨宇的首张专辑 卡西莫多的礼物 共收录十首歌曲 三个月内销量超十万张 登顶2014年度全球专辑销量榜亚军 仅次于张学友 海外版一经发行 立刻登顶台湾省五大金榜华语榜周冠军 而这时他还出道未满一年 比起其他的歌手 他的事业算是顺风顺水了 不像周杰伦出道时那样的艰难 头顶火星男孩的人设 华晨宇在华语乐坛吃了不少红利 舞台上诡异的表演风格 综艺中羞涩内向的表现 让粉丝对他的人设毫无质疑 直到那句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了 歌迷才发现自己被蒙在鼓里 火星男孩羞涩男生 只是包装 只是人设 此事也让华晨宇的事业遭到重创 相当多的一部分粉丝表示脱粉 不过即便如此 华晨宇的专辑销量依旧没有下滑 不得不说粉丝的购买力是可以的 2022年12月20日 第五张专辑《希望hope》上线 开售6分钟销量突破20万张 这就是偶像的影响力 截至目前早就突破了60万张 作为数字专辑 11首歌曲27块钱 这个价格不算低了 但销量依旧遥遥领先 可见华晨宇粉丝的凝聚力之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粉丝一直在行动 一个人头买10张 目标是超过第4张专辑 粉丝护idol运动总是那么感人 有组织 有目标 有呼吁 有动力 主力军还是悬神党 直接奶茶换专辑 不喝奶茶也得支持华晨宇 不买都不好意思 还不能哭穷 更有离谱的 是有人连吃半个月的泡面 也得支持华晨宇 为了他的演唱会 已经欠了6000多的债 还要责怪自己投胎 没有投到好人家 说他走火入魔没毛病吧 不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 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看 应该会很伤心吧 当然单看这张专辑的歌曲名字 觉得还是有点内容的 不像是为了圈钱而发布的口水歌 封面也做得极具创意 纵观华语乐坛 这年头还愿意频繁出新专辑的人 也不多了 周杰伦都干不动了 华晨宇算是其中一个吧 我不好说 这算不算好粉丝羊毛 不过 爱豆哼哼唧唧唱了几首歌 粉丝忙前忙后 忙完数据忙榜单 可真是天选打工人了 或许也正是华晨宇身上 有凝结了粉丝的希望 所以才会有人花20000多块钱 买1000张专辑 来支持自己的歌王吧 真心劝一下这些粉丝 喜欢爱豆的歌买来听一听 其实就挺好的 如果为了爱豆能有个漂亮的数据 而牺牲生活质量 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专辑销量高固然是好的 但销量高就一定说明 音乐才华高于其他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 音乐的好坏 在大众心里是有一杆称的 别用单纯的数据来自我安慰 当然 真正爱你的爱豆 也是希望你能理性消费的 感谢观看